政治话题持续带来关注柯文哲的案子 柯文哲被关在土城看守所 已经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了 那他在看守所里头过了中秋节 现在最新北运昨天裁定 这个严压两个月 所以呢他除了中秋节在里头过之外 他要到明年的2025年1月5号 换句话说柯文哲他要在土城看守所跨年了 他的太太陈佩奇 po出了两个字 抗告两个字要继续战 那严压理由上头 竟然不见收惠 北检还在演吗 好我们先带来关注 这柯文哲昨天被这个北院裁定 严压到1月5号 他要在这个土城里头 要过了中秋之后 然后他要在里面跨年了 那北院的裁定理由也曝光了 包括了他们认为 这柯文哲涉嫌犯了贪污制罪条例 最终本刑五年以上之罪 犯嫌重大 有湮灭证据逃亡或勾串的 共犯证人之余 而且还有共犯没有道案 那么同时呢 有犯罪事实 带检方来继续厘清 好在北院的这个裁定的理由的之后呢 有发现吗 那因为都是说他是这个 按照贪污制罪条例 那有收贿吗 没有写到收贿两个字哦 好主要是尚未有这个共犯 还没有道案嘛 而且犯罪事实 检方还要继续来查 好查的这个呢 现在还包括了这个 他的贴身战防徐子虞招通气了嘛 那对此呢 这个陈佩奇 他在脸书 PO出了一张图 好黑底白字 大大两个字 抗告 来表达他心中的不满了 那民众党呢 则是表示了 这个检方呢 是以A案来办B案 配合媒体办案 让舆论未审先判 政治黑手毫不掩饰的介入司法 有证据就提诉 那没有证据 你们就应该要放人了 整起案子看到现在呢 目前好四大被告通通延压 包括了柯文哲延压 好应小微延压 前副职长彭震生延压 威京集团主席 沈沁金也延压 四大的这个被告通通延压 那游淑慧是表示了 四大被告都延压 代表犯罪事实涉嫌重大 而且犯罪利益是非常庞大的 那简连持续追金华城案 你看到四个人都被延压了 在11月1号 就是昨天的时候最新又约谈了 这个一个被告 以及三个证人 包括了这个都委会前专委 王金棠 他也被请往这个北检 好北院来作证了 好对于这整个案子呢 这林荷新闻网有评论哦 他们评论 法官让检察官继续补强 柯文哲的犯罪证据 接下来两个月的压期 办案压力将导向检察官哦 对比这郑文采 这个积压不到两个月就起诉了 简连侦查两个月 却连收费金流都不拢 最后呢 选择以这个橘子 徐子瑜还没有到案来申请延压 司法形象受损的程度 恐怖亚于柯文哲的人设扫地了 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他则是说 为什么北院裁定延压的这个理由 只剩涂利呢 假设只被涂利罪起诉的话 他建议台北地检署要退出演艺圈 以后不要再办案了 好 那昨天这个结果出炉之后呢 其实有很多的小草 带到这个外头来声援阿伯 持续来声援柯文哲 他们也是拿着这个标语写着 这个他们认为 北检是压人取贡 然后呢 大喊要这个检方要放人 好 小草呢 其实内心还是持续来坚定 来挺柯文哲的 那目前呢 昨天呢 第一时间公告之后 包括了你看到这个陈佩奇 他是po出了抗告两个字 还有很多小草 他们也就是到外头去来支持柯文哲 同时他们也喊出要提抗告 那立委林国成哦 他批评了 上一回不抗告 是配合检调来办案 找不到证据还压 就是压人取贡 而法院裁定延压关键理由是 有贡犯还没有到案 指的就是举子 许子瑜 不满柯文哲被严压 陈佩奇脸书怒发抗告两字表态 民众党也支持辩护律师团 依法提出抗告 不过最终决定权 还是在柯文哲手上 我们会鼓励柯文哲要抗告到底 上一次没抗告是给你侦查 这一次再延压 我认为就是压人取贡 真的没有找到 让柯文哲一刀毕命的证据 否则的话 他们事实上就已经可以直接起诉 柯文哲请假党主席三个月的期限将至 台中市议员江和树要提案 让柯文哲的请假日期无限期延长 民众党委员也认为这是大家的心声 但要由中平会来做最后决定 民众党前秘书长谢力公 则呼吁别因人涉事 而柯文哲严压的关键理由 有共犯上位到案 指的恐怕就是致日未归的橘子 根据了解 传出有人透过柯文哲 过去北市府时期的随护 联络到了橘子 但他表示不想回来 那我也听到很多坊间的传说 也有人说办案单位 已经跟他取得联系 也有人说透过党内 或者他的好朋友 已经跟他取得联系 是他不愿意回来 相信新闻已经报道这么多 橘子不可能不知道 如果他愿意回来 那不就是减少了 严压的理由吗 民众党中央每每被问到 是否联系上橘子 始终无法给出正面回应 即便柯文哲本人也同意抗告 恐怕也没说服力 记者林俊峰 蔡美红 台北基隆采访报道 好 同一时间呢 你看到这个时候 却有人拿柯文哲 是大开玩笑 而且这个玩笑 似乎开过头了 一点都不好笑 在台南有一对警官夫妻 他们在万圣节 让孩子扮演民众党的 主席柯文哲 夫妻俩还穿上警察制服 假装帮孩子上铐 那他拍了照片 把这照片 po到网路上 引发民众怒哄 真警察 带头嘲讽政治人物吗 那也被质疑 这个警官行政不中立 同时 夫妻俩的身份 也被肉搜 有一张 就因为这张万圣节的照片 疑似玩过头了 一年一度万圣节 国外盛大举办 Cosplay活动 但在台南一对 警官夫妻 扮演这个 夫妻俩人穿着警察制服 和儿子一起玩 万圣节角色扮演 但这张照片 让不少民众傻眼 还原柯文哲 遭收押画面 让儿子穿着黄色球服 戴着黑框眼镜 夫妻俩人 假装上靠歹人 男童爸妈是真的警察 疑似万圣节玩过头 遭网友狂轰 万圣节半科 爸妈是真警察 穿制服玩这种地狱梗 傻眼 小孩好无辜 自己小孩被自己上靠 这样很有趣吗 身为警察的身份 这样公开 是好像怪怪 我觉得不会怎么样 很可爱 警官夫妻脏肉搜 妈妈是警大毕业 因为育婴留职停薪 爸爸在台南警机关任职 被质疑警方带头 嘲讽政治人物 督察室介入调查 本大队以针对肝源 言行尸检 先何以深切存分 万圣节不给糖就导弹 警官夫妻已是玩过头 虽然照片已经删除 但恐怕短时间内难以直写 接下来管张台南报导 结尾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腹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靈密码 旅梯 筭炖 国富路全校精华